大家好,我是東一走的橋樓鮑勃 日本的食物真的很好吃 應該常常聽到朋友來日本的主要目的是吃美食吧 金澤的迴轉壽司 香川餡的烏龍麵 仙台的牛舌 雜晃的烤羊肉 真的是讓了獅子大動 鮑勃這次就來介紹幾家日本的當地美食吧 東京以及金板神有其他系列影片介紹 所以鮑勃這次會介紹這些大城市以外的美食哦 鮑勃這次利用日本很常用的塔貝洛具 以及外國人愛用的Google 以及鮑勃自己的味蕾綜合評價來推薦這些美食 如果對塔貝洛具不熟的朋友 只要記得大概3.5分以上評價就算不錯 3.5到4分左右 大概就是日本前3%的店家 4.0以上全日本大概500家左右 大家就參考一下囉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松原安是古民家改建而成的一個百名店蕎麥麵餐廳 在室外或是室內用餐都是一種享受 中餐有2000塊日幣 以及4500塊日幣的套餐 推薦職業吃4500塊日幣的套餐 可以吃的豪華、吃的飽 前菜有7種不同的小菜、烤鴨肉 以及天婦羅、飲品 蕎麥使用嚴選的蕎麥粉 然而你所吃到的麵都是當日製作出來的28蕎麥 就是以8比2的比例 添加蕎麥粉跟麵粉 麵條不容易短 滑溜有韌性 吃起來非常順口 吃完蕎麥麵之後還有好吃的甜點當結尾 或到Yuigahama的海灘走走 Café Vimont Dimanche 是連艙車站附近一家開業超過25年有名的咖啡店 店裡散發了一種非常casual的感覺 也有販賣很多咖啡有關的商品 這家店早上8年就開門了 也是一家很棒的早餐選擇 出現這裡不同種類的鬆餅 Bobbo原點的香蕉鬆餅不到700塊日幣 甜而不膩而且份量實在 非常的好吃 Café Vimont Dimanche就在長300公尺 共有200家商店的小丁通上 吃完馬上就可以逛街 Pacific Driving是一間地理位置非常好的夏威夷料理餐廳 喜歡海景的人絕對可以把海景當成美味餐點的配菜 讓你吃了心曠神怡 店內用餐或是店外邊曬太陽 邊吹海風都不賴 餐點是曾經在夏威夷名店 Diamond Head Market & Grill 擔任過面點師的Jim Nakamura所堅修 確保餐點吃起來貼近夏威當地的風格 飲料也是五顏六色非常的繽紛 喜歡美式濃郁甜蜜飲料的螞蟻人 絕對要點他們的花生巧克力飲品 Pacific Driving所面對的無敵海景就是七里之冰最大的特色 吃完飯再沙灘走走消化一下吧 位於蓮艙站附近的Garage Blue Bell 是一家有濃濃英式風格的吃茶店 進到店也要拖鞋子 好像拜訪英國的奶奶家的一種溫馨感 在這裡喝茶有種舉辦茶會的貴族感覺 你看米猴加牛奶的方式是不是很優雅呢 這家店的茶點司康也是這裡必點的商品 鬆餅吃起來很實在 有點小麥香跟甜味 抹上鮮奶油及果醬一口鬆餅一口奶茶 在行程很趕的蓮艙一日遊中 忙你偷閒是不是還不賴呢 喝完飲料我們直接可以步行到日本三大巴上班的賀岡巴上班 參觀一下境內的重要文化財 麵包版泥店Kibiya Bakery 位在蓮倉站附近小小的巷子裡面 已經開業將近80年了 每天早上4點 店員利用自家製的酵母 開始長達6個小時的麵包製作過程 等到10點開店的時候 大家就有剛發好的麵包可以享用 麵包店提供30種麵包供大家選擇 很適合趕時間 沒有時間好好吃飯 但又想填飽肚子的旅客 麵包店的旁邊有秋鴨開的美酒手作工坊 沒有預約的人還是可以在這裡 超有氣氛的庭園喝梅子汁 無形安這家日式甜點店非常好找 因為是開在鐵軌的旁邊 在排隊等待的時候 可以觀賞江支店的來來往往 以及庭園的花卉 算是這家店的最大的特色之一 店內位置滿多的 也十分有日本的懷舊感 甜點是以白玉、紅豆、黃豆粉等等製作的茶店 是定番的日本傳統甜點 跟蓮倉這個古城非常搭配 甜點擺明店茶房雲木Kilara 位在一條小巷子內 Bubble在下大雨天的星期日早上拜訪 就已經大排長龍 Bubble店可是Kili跟黃豆粉的套餐 1000元日幣 可是Kili吃起來有點像是板條 從冰水中拿出來沾一下黑糖 QQ的很清涼 非常軟Q吃起來像湯圓口感的白玉 沾滿甜點的黃豆粉跟黑糖也很搭 難怪大家會在下大雨的天氣來排隊呢 吃完茶房雲木的日本甜點 大家可以散步到錢洗便財天 與賀福神社洗個錢 祝你發大財 Oxymoron是一家Kili擺明店 店面裝潢潛潔 也有賣些小雜貨 Bubble店是和風Kima Kali 就是乾Kali或是肉醬Kali的意思 Kali本身吃起來甜甜的 配上微辣的青蔥 以及濃濃的半熟蛋 做出了不錯的調和 很有特色 Diego by the River 就是一家靠近水邊的咖啡店 是湘南當地人也很喜歡一家店 整間店有兩層樓 總共75個位置 應該是不需要排隊就可以輕鬆的進到店內 店內裝潢很有美式風格 提供的食物也是以美食居多 取材的時候是下午 所以Bubble跟維恩沒有點正餐 點了他們的飲料以及甜點smore 還不錯吃 在Diego by the River 用完咖啡 直接登上知名人氣景點將知道吧 Cafe Richard 是一家有名的吐司咖啡店 雖然隱藏在巷子裡面 但老饕們還是趨之若鶴 店面本身是大正時代古民家改建而成的 所以可以邊吃吐司 邊喝咖啡 邊欣賞建築 最有特色的吐司 經過20個小時的低溫長時間發酵製作 可以將麵包香醇的味道更提現出來 我們點的是550日圓的厚切吐司 塗上自家製的奶油跟果醬簡單又好吃 有機會的話也想點不同口味的吐司試試看 長谷寺跟玉林神社都是看繡球花的好景點 吃完Cafe Richard 散步去看花吧 Garden House Kamakura 是一家非常有氣氛的餐廳 聽名字就知道店家被綠樹跟花草所圍繞 包裹點了培根淡奶油牛奶鬆餅 很適合當營養滿點的早餐或下午茶 培根是選用創意114年的聯餐HAM 富剛商會的火腿製作 煙燻味跟培根的鹹味 中和了鬆餅和糖漿的甜味 一定要來試試 在Garden House Kamakura 吃完早餐還早的話 可以順道到漫畫家橫山龍衣宅邸改建的 鐮艙Starbucks和咖啡 一日之際在雨晨 由於是旅遊的早餐千萬不能馬虎 朝食物Kobakaba提供了健康好吃的日式早餐 聖誕使用了有機蛋 你看打在五穀米上面顏色就知道多漂亮了 加上一點點醬油 就變成日本人常吃的早餐TKG 聖誕拌飯 簡單但是健康好吃 配菜的自物以及味噌湯裡都很到位 在這裡體驗日本的早餐文化真的不賴 荒景屋創業至今已經超過120年了 基本上跟著橫冰的現代化一起成長 目前是由四代木的女將順子經營 Bobbo維恩點的經典看板料理牛鍋的湯汁 是由砂糖、酒、味醂、醬油所製作而成 主體牛肉是荒景屋嚴選的黑毛和牛 配上香菇、蔥、豆腐等等的配菜 稍微涮一下牛肉後加上聖誕汁 讓牛肉的口感變得更順口 除了食材以外 做壽喜燒的道具也是由職人精心挑選 看起來高級又美觀 對整體的幼餐體驗有很大的加分效果 荒景屋距離橫冰的紅磚倉庫很近 吃完壽喜燒有體力的去逛街拍個照吧 榨豬牌百名店玩和 應該是橫冰最有名的榨豬牌店了 還沒開店後就有很多人排隊 價位大約2000日幣以下 跟一般百名店動輒3000多的價位算是比較親民 豬排炸得非常酥脆 皮的厚度剛剛好所以不會很油膩 豬肉非常的juicy 瘦肉跟肥肉的比例也剛剛好 果然有百名店的水準 玩和所在的馬車道站有很多傳統的建築 也可以遠處看港未來的高樓建築 一條街可以看到新舊文化的交會真的很不賴 麵包百名店 Bluff Bakery 位於原町的安靜住宅區 老闆龍德鋼先生 想在橫冰打造紐約風格的麵包店 所以將店的外觀內觀 以及提袋都弄得很時尚 當然時尚以外 每日現烤的麵包也是不馬虎 麵包本身偏美式風格 所以口味比較重 吃起來非常有甜味 麵包也烤得非常焦香 很適合一早起床血糖過地的旅客 吃完之後絕對不會頭昏 具有歐風感的原町 已經有150年的歷史了 在這裡悠閒的逛街一下吧 散步到周邊的山下公園 吹吹海風也不錯 楊石百名店 勤募納於1938年創業 距今已經有80幾年的歷史 經典的楊石菜色 這裡都有 包不點的奶油螃蟹可樂餅炸的金黃酥脆 一切開後會發現奶油跟螃蟹都給得很豪華 不像很多店都只有給皮而已 馬鈴薯燉牛肉也是燉得很入味 真的很下飯 在家店不會讓你吃到超高級食材 但也有一種家庭料理的溫馨感 楊石キムダリ港未來沒有很遠 除了散步逛街以外 還可以登上將近300公尺高的橫濱地標大廈 從高處往下看橫濱美景 甜點百名店 Fanilla Beans 是一家Beans to Bar的巧克力店 也就是全程從可可豆開始 到成品都是由自家製造 確保一定的品質 包不點的Fondant Chocolate 是甜甜的巧克力布朗尼 加上一酒香草冰淇淋 另外加上酸酸甜甜的莓果 讓巧克力吃起來不會過膩 是一個適合夏天吃的甜點 另外提一下這家店的可可豆 都是由道德的公平交易所購買的 聖烈安創始於昭和二年 距今已經有80幾年的歷史 是橫濱知名的老鋪 麵包粉是當店獨創 蜜船的醬汁是使用蔬菜跟水果兩天燉煮後 然後放置一天完成 酸酸甜甜的非常好滋味 大口咬一下炸豬排 先是牙齒感覺到炸的酥脆外皮 接下來是非常實在的豬肉 吃起來滋味很好 一點都不柴 再來一口高麗菜 中和一下炸豬排的重口味 然後再吃一口炸豬排 發現一份套餐一下都吃完了 令人一流未盡 橫濱站是一個交通重鎮 很多百貨公司可以逛街 可以留在餐廳所在之處Join Us逛逛 還可以走到東口搭乘Seabass體驗海景 Casati Fujimori 是橫濱的正宗西班牙料理 這一點從裝潢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自1970年創業以來 就一直帶給客人西班牙各地有趣的食物 Bobbo尾恩點了四種前菜配上燉牛肉套餐 只需要1600元日幣 真的蠻划算的 Ossambashi是一個國際客船的Terminal 也是一個可以看到港未來景色的一個地點 吃完浪漫的Casati Fujimori 再到Ossambashi約會還真不賴 以上就這次的介紹囉 那美食其實非常的主觀 有些人吃不習慣米其林餐廳 有些人則覺得同班美食是王道 好不好吃還是要看自己的喜好 但希望影片還是有參考的價值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